大家觉得全世界哪个群体看资本论看的最认真 我告诉大家 那些资本家其实都读资本论 而且他们读的比我们一般人认真多了 为了能让自己的末日来得晚一些 所以这些资本家才选择给打工人涨工资 就像网络上流传的那句话 在我们走后 他们会给你们修学校修医院 会提高你们的工资 这不是因为他们良心发现 也不是因为他们变成了好人 而是因为我们来过 顺便给大家科普一个知识点 这句话不是切格瓦拉说的 他没说过这个 这个是中国的网友创造出来的 回归正题 涨工资肯定不是唯一的解决方法 当一个资本扩张到一个全新的阶段 群众的消费力跟不上他们的扩张速度的时候 就没有利润了 但是他们往往会想另外一个方法 来让公司继续盈利 以前的公司是要生产产品才能盈利的 但是在现在 当一个公司的本金足够大 他就可以把钱拿到金融产品里 比如他们创造一个APP 这个APP可以点外卖 这个APP可以打车 这个APP可以提前消费 可能有小伙伴想不到 这样一个APP 怎么能让一个停滞不前的公司开始盈利呢 很简单 那就是让打工人去压榨打工人 他们担任中介 就像我们之前讲腾讯的时候 我说到 腾讯用用户来捆绑用户 既然他们无法通过自己博学盈利 那就让广大的人民去做这件事情 剩余价值就像是乳钩 挤一挤总是有的 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如果打车软件越来越便宜 大家觉得这份钱是从谁的身上压榨出来的 是那些资本吗 不是的 而是从那些开车的司机身上压榨出来的 是我们所有打车的人和资本一起压榨 他们压榨出来的 资本要做的事情就是 前期花一些钱补贴司机和用户 但是一旦当这个平台打开市场之后 资本就会开始一点一点的压榨 从业者的剩余价值 从业者不想做了 但是平台已经捆绑了这么多的用户 你脱离了这个平台 脱离了这种剥削 那你反而会进入一种更惨的境地 所以你只能在剥削当中默默忍受 而用户们不会觉得有什么问题 外卖软件也是一样 外卖小哥店家的利润和送货时间 都被资本压榨到了极限 但是没有人会管 因为你不是从业者 你就感觉不到 因为你也是压榨他们的一份子 房价也是如此 买了房的人希望涨价 没买的希望不涨 这个本质上和那些APP平台是一样的 就是资本通过一些手段 强行捆绑大量的人 和自己一起来剥削弱势群体 这样的办法真的是绝活 也没有办法监管 如果某一天调整了 你以前买的房子全部降价了 会损害多少已经买了房子的人的利益 如果有一天宣布外卖要涨价了 又要损害多少 只能点外卖吃饭的人的利益 资本家是很聪明的 他们用用户去捆绑用户 甚至还想捆绑那只调控的手 他们企图让那只手陷入一个两难的境地 想要拯救一部分人 就必须要牺牲掉另外一部分人 这就是资本 毕竟资本的所有投资行为 都是以获利为目的的 如果不剥削劳动者的剩余价值 那他们就无法存活 这些道理是怎么来的呢 读马克思来的 马克思是属于我们全体无产阶级的思想 如果你们读 你们也能分析出来 大哥 你真是年轻有为啊 拿着 以后这就是你的房子了 走先了 大哥 感谢观众